少爷醒了 看着窗外飞起来的小鱼 还有这500平米的大客厅 它会是啥感觉呢 你们说这小龟有烦心事没有 少爷啊 醒醒了啊 哎呦 少爷脑瓜磕窗头了 这个缸我准备养五种小怪物 这样我看雨林下雨的同时呢 还能看到一个河流 咱们现在整的是承重墙 这五种小怪物得高低错落着来 这地方等少爷长大了能晒壳用 安排两个霸气的门头 少爷待的地方呢 其实只有这么大 没错 这就是少爷的主卧 这么好看的套房 不得把少爷迷疯了 正好我的小水怪盗 主要介绍这种 电光毒药的宝宝 这就是我之前养的 长大以后五彩斑斓的子 先给他们过个温 这地方再放一只乌鸦仔 现在该铺地砖了 我可太喜欢扫这玩意了 贼解压 送 进入软妆部分了 放点龙眼液提提味 不是提提效果 不知道加完水放了鱼是个啥效果 先把少爷的加热棒安排上 还得有个应急电源呢 我怎么有点晕水了呢 我这屋以后不用开空调了 看着就贼凉快 甚至都能钓够鱼啊 没想到 有声之年 我能看到电光毒药在盆里群油 这盆里哪是鱼啊 这是一部手机啊 那去吧 哗呗呗呗呗呗 少爷过去看小鱼溜的 他还没见过他 八百平子大客厅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